我们把这地方画出来之后 那当然呢方法很多 我刚刚提过就是说你可以 这地方可以用什么呢 可以用插极掉 或者是说你甚至可以怎么样 用按拉 那按拉的部分的话呢 直接在这个上面画一个什么 画一个2D就好 画2D之后的话你再用什么按拉 然后直接选这个 往下怎么样呢 直接往下拉就可以 按拉直接把这个2D 往下拉下来放开 那实际上这地方 我们用那个概念的 这地方就可以看到 看一下概念 这地方就挖掉 然后再把2D的部分拿掉 这个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说我刚刚有提过 我如果不是用按拉 那插极 刚刚同学也有用插极的方法做 那第二种方法就是我们用什么 用薄壳的方法来做 那薄壳能不能做出来当然可以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地方恢复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 我想这个矩形 那个方块部分呢 我有讲过那个尺寸 就50 80 75 50 80 75 然后做完之后 接下来我们来做薄壳 第二种方法 薄壳的部分的话呢 第一个选这个3D的实体 第二个的话特别注意呢 你要移除的面 特别注意哦 那因为呢 它是一个开放的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必须要移除 第一个面 第二个面 第三个面 那因为呢 这个面呢 一条线可以决定两个面 所以特别注意 我可以选这一条线 跟哪一条线呢 跟这一条线 选了之后的话呢 它就会侦测到三个面 因为呢 一条线有两个面 那有重叠到的 就是中间的这一个面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先选实体之后 马上去选这一条线 点一下 有没有 两个面对不对 然后再点一下 它又找到两个面 但是只移除一个面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面重复到了 重复到之后的话 你马上按空白键或Enter 它会问你说呢 距离多少 距离就是12 按Enter 好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就可以马上 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这样的会比较快 比那个差级 跟那个按拉会快一点点 OK 好 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旋转面 那旋转面 刚刚有提过就15度嘛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旋转面 这边要旋转面点下去 然后给它一个面 这个面 OK 按空白键 再来旋转的轴 那轴的话呢 那你的手 右手定折 我讲过 如果从这边到这边 就会产生一个轴 那你手拿出来之后 你就知道 正的就往这个往下跑 所以呢 就给15度 Enter 它就转下去了 转下去之后的话呢 那再来 我们就做什么 做圆角 那圆角部分的话呢 我再切换到那个2D线架构 那这边圆角的话呢 我们就找到圆角 那输入R Enter 然后半径多少呢 半径为15 半径15 OK Enter 然后呢 就把这个地方 1 2 这边是什么东西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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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